全軍出擊 珠海航展重器陸續登場 除了天上飛的 還有地上五人裝備 大陸首款機械狼群首度亮相 頭狼偵察探測機器狼 前哨擔當 在他自身兩公里範圍內 可以接受指令 通過他的眼睛回傳偵察圖像 而且他還有自動跟隨功能 一次可以載20公斤的物資和彈藥 讓戰友沒有後顧之憂 機器狼最大的優勢之一在於 可以輕鬆應對各種複雜地形 這是很多傳統 鋁帶輪式裝備無法企及的 不過除了機械狼群 這次航展吸睛的還有 擁有最美女飛行員的封號 徐峰燦 現年25歲 酷似韓星宋慧喬的她 近日也駕駛職二十 飛機現場引發關注 我覺得我們從來都不是花瓶 我們學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我們也可以證明 像他們證明我們是有實力的 而徐峰燦她也和蘇五七飛行員 兩人也在訓練結束後 在中國航展上合影同框 而出海航展即將在十二號正式開幕 來自超過四十多個國家 以及超過一千家企業參展 數量和規模都創下歷屆之最 記者綜合報導